43岁的台语金曲歌后孙竹美曾演唱多首闽南金曲 至今已出道近30年 仍是许多歌迷最爱的歌手之一 近期他在魁为六年后推出新专辑我要闪闪烁我要当米虫 同时也大方谈及自己的感情观以及目前的感情生活 但是先前却传出他早已密婚生子的消息 他本人则在不久前公开回应了 孙竹美初到以来感情状态一直相当神秘 谈及恋爱经验 他也表示此生只谈过二场恋爱 第一次是在高中17岁时 但因为家人坚决反对 仅为13年便已分手告终 而后来踏入演艺圈 终于在34岁时遇上小自己5岁的男友 本以为有机会继续发展 却又因为父亲反对 在2个月后悄然分手 然而 这次分手后又遭遇8年的感情空窗期 直到近日竟被爆出密婚生子 让众人都非常惊讶 然而 忠实新闻王也对此事向他本人求证 孙竹妹无奈的说 这些传闻都是子虚乌有 坦言可能是因为近期自己所接演的电视剧 都是扮演妈妈角色 才让入戏太深的观众有所误会 不过 他也谈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 他坦言 过去曾有过相关想法 但妈妈却告诉他 结婚不一定好 生小孩就要牵挂一辈子 一个人最好 也影响他的价值观甚多 而他现在将重点放在事业上 对感情景求顺其自然 强调自己人是单身 身边也无观察 暧昧中的对象 不过 他仍对结婚有些许憧憬 希望未来有机会步入婚姻